各位同学好 我们这一节要讲胃窝 那为什么要讲胃窝这个物理量呢 我们前面在讲凯尔文环流定理的时候 有说如果是镇压大气的话 绝对环流会保守 那对斜压大气来说 我们就好奇说是不是也可以找出一个保守的物理量 而且这个物理量是用来描述气流的旋转 这个物理量就是我们这一节要介绍的胃窝 胃窝的推导要从胃温的定义开始 所以左上角这一个就是胃温的定义 cita是胃温的符号 ps是1000毫巴 然后r是干空气的比气体常数 cp就是定压比热 p跟t就是在某个固定高度的压力和温度 那我们把这个气块绝热慢慢拉到 ps就是1000毫巴这个高度的时候 那个温度我们把它定义成是胃温 那接下来我们利用理想气体方程 把这个t改写 变成是密度 用密度来表示 那这个式子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改写 变成是把ro写到等号的左边 那其他东西全部都放到等号右边 那就变成是你现在中间看到这个 看起来有点复杂的这个形式 等号的最右边就是把它再整理过的样子 这样写的目的就是 现在ro等于这一大串东西 那如果我们选择用卫温当垂直坐标 也就是等商坐标的时候 这个cita等号右边的cita就会是常数 注意看这个等号右边的这一串东西呢 就只剩下p一个变数了 所以你的ro就是p的函数 我们再回来看看文环的定理 它告诉你的是 绝对环流的变化呢 是跟协压力管向有关的 那如果我们选择用等商坐标的话 它的密度就只是ro的函数了 就是说等商面上的绝热流体 它的环流大小不会随时间改变 就相当于镇压流体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导 现在这是凯尔文环流定理 它的等号左边这个是绝对环流 那绝对环流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是 相对环流加上行星环流 那这个行星环流就跟前面推导的是一样的 那这边的相对环流是等商坐标中的相对环流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下标c卡在这里 那等商面上的这个环流呢 一样是窝度等商面上的窝度去乘以 你这个环流圈起来的面积 delta a 在这边 那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这个开环环流定理呢 随着时间积分 所以ca对时间全会分等于0 所以它随着时间积分之后 你的ca一定是某个常数 ca又等于是相对环流加行星环流 所以就是相对环流加行星环流 也会等于某个常数 我们的行星环流里面有一个delta a 那我们相对环流也是一样 可以写成窝度乘以面积在这里 所以我们最后把面积拿到括号的外面 那你中间就变成相对窝度加2ω3φ 那这个就是习心窝度f 所以挂好有没有剩下f 那这整个东西也是等于常数 好在我们进行下一步以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等商坐标中旋转流体的示意图 那这张图里面这两个横的弯弯的线 就是等商面 下面这个是θ 然后上面这个是再多了delta θ 就是微温在稍微高一点的那个等商面 那两个等商面之间的压力差是delta p 然后这个圆柱状就是旋转中的流体 它是逆时振转的 然后这个圆圆的截面积就是delta a 在两个等商面之间这个气柱的重量呢 它在delta a这个面积上面 造成的压力差就是可以用下面这个式子来表示 这是质量delta m是质量 就是这块气体的质量 然后乘以g中力加速度之后 然后压在这个delta a 这个面积上就是delta p的就是压力 就是这段之间的压力差 这个式子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因为我们希望得到delta m的数学形式 就是把delta a和g都移到等号另外一边 那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下一张同学会用到 现在气柱炎等上面移动的时候 就是这个气柱 移动的时候它虽然会变形 但是它的质量是保守的 那它在两个等上面之间 这个差距永远都是delta c 所以这两个除起来也会是常数 那一样这个等一下下张投影片也会用到 那现在我们把刚刚推导到一半的 绝对环流等于常数的这个再拿过来 前一张投影片有讲说夹在两个等上面之间 这个气块的质量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那就可以把它放进去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把delta a取代 所以就变成右边的这里 现在delta a就变成g乘以delta m除以delta p 把它放进来 现在我们可以技巧性的 在分子和分母都加上delta theta 因为它是上下都有加 它并不会改变这个等式 这样加的目的就是 前一张投影片也有先讲了一下这个东西 气块岩点上面移动的时候 delta m除以delta theta 是会保守的 所以现在中间这个项就会是常数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常数移到等号的右边 先跟这个常数合并在一起 它还是一样是常数 这个式子就会变成是g乘以delta theta 所以它除以delta p括号里面是绝对窝度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定义成是位窝 potential vorticity 那缩写就是pv 因为是Ertol导出来的 所以我们也会叫它是Ertol's potential vorticity 一开始有讲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物理量是 可以描述斜压大气的流体的旋转 那它会保守这样子 所以这个物理量有时候我们也会叫它是 baroclinic potential vorticity 就是斜压胃窝 那什么情况下保守呢 就是你必须要是绝热的 因为在等上坐标中 那没有摩擦力的情况下 它就会保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胃窝进一步的物理意义 现在括号里面这里是绝对窝度的应该没有问题 那括号外面的这里呢 我用蓝色大括号标示的这个 它代表的是等上坐标中这个流体的密度 虽然它看起来不太像是密度 这个同学花点时间想一下 它其实是密度 那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红色框框起来的这个部分 你把它上下反过来看的话 它是厚度的概念 那我们会叫它是effective depth 有效厚度 所以是这个旋转流体它的厚度的意思 那所以这个胃窝呢 你用文字来叙述的话 它就是等于绝对窝度 除以流体的厚度 那这个是以胃窝当随时坐标的情况下 那在以高度当随时坐标的情况下呢 如果你是通知不可压缩性流体的话 这个流体的密度会是常数 那我写在下面这边 因为体积会等于质量除以密度 那现在密度是常数 那质量也保守的情况下 体积就会固定 然后气柱的截面积 Delta A 和厚度H 就会成反比 你上面这个贵窝的形式呢 就可以再把它简化一点 那最后你可以把它写成是 分母的地方就只剩下H 只剩下厚度而已 所以这样子看得更清楚了 PV就等于是绝对窝度处理厚度 然后这个概念我们接下去会利用它来解释 气流过山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变化 背部保守的特性 其实跟钢体运动里面讲的 角动量手痕是类似的 那我们可以来跟冰上芭蕾的舞者 旋转的时候的角动量手痕来做比对 那现在这个舞者 他只有脚底的冰刀有接触地面 那因为摩擦力非常小 我们可以假设他是没有摩擦力的 那他开始旋转之后 他要保持角动量手痕 所以当他这个腿踢出去 手伸出去的时候 他会转的比较慢 就相当于是旋转的流体 比较扁然后比较宽大的形状 然后他就会转的比较慢 那当这个舞者慢慢把身体拉长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他把手脚往上拉伸的时候 他就会转的比较快 就相当于我们流体中 当你这个气块移动到 比较厚的气层之间 然后他被拉伸以后的情况 那这个流体的旋转也会加快 所以在流体里面 我们是利用卫窩保守的特性 那在钢体的运动里面呢 就是利用角动量手痕的概念 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他实际旋转的状况 我用慢速播放 好现在他开始旋转 现在脚是比较往外踢的 那随着他手脚拉长之后 他的旋转就会变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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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